八點檔一線女星何如雲 她今天出庭打離婚官司 但讓人吃驚的是 她面對鏡的時候 她整個情緒崩潰 痛哭 她指控她的前夫 居然對她實施家暴 而且把她趕出了家門 甚至也不讓她擁有 兩個小孩事務的一些 討論權 參與權 或者決定權 通通都不給她 所以她今天有這樣的演出 但是讓人家訝異的是說 他們過去這個17年的婚姻 其實一開始是讓大家 人人呈現的豪門婚宴 為什麼17年後對部公堂 何如雲在戲裡面 常常演的都是壞女人 難道現實生活裡面 她遇到了壞男人嗎 其實何如雲我認識她非常久 她確實 她私底下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女生 跟一個女人跟一個媽媽 你知道 好 我覺得她有點吃虧 因為她自己也講多 她的長相就是天生的小三連 感覺戲劇很重 都是演壞女人 可是你知道為了這個豪門婚姻 現在像八點檔連續劇一樣 欲罷不能 而且你知道嗎 為了爭這個小孩的撫養權 今天第四次出庭 結果你看她這個樣子 你看看她這樣 你會不會心裡很痠 很想替她哭 這麼狼狽這個樣子 好 出完庭之後出來 控訴你知道 她講什麼 她說 我走了算了 就是萬念俱灰 表示說這個開庭之後 她一定是痛徹心扉 心如刀割 因為為什麼 他們出動四個律師來對抗她 她只帶了一個律師 四個律師 也就是說 跟你拚了的意思 老公這邊就是說 這個徵服養權 一定是不會讓你贏的 所以何仁雲在裡面一定是 拿出所有的看家本領 去陳述 去要求 但是都得不到她所要的結果 而且我看到她不是要 小孩的撫養權 她只是要參與權 連參與權都拿不到 對 所以她今天就加碼爆料了 何仁雲出來 除了剛剛講痛褲流涕之後 說不然是要把她逼死 我走就好了 她還講說 其實她的前夫王明齊 曾經把她趕出家門 把她 而且還有家暴的這個過程 甚至於她說要加碼爆料 她的外遇對象 曾經長達五年之久 她是回何仁雲自己講 她說其實為什麼 因為人都愛要面子 尤其是美麗的女明星 加入豪門之後 我愛你住 你如果在外面 就是說應酬怎麼樣 也就罷了 你這個跟固定對象五年 就登堂入室五年 她就把她說她是飯局妹 這到底怎麼回事 就是說這個事實真相 我們不知道 只是說外傳 因為這個女生就是說 被拍過 被週刊拍到 就是說她除了跟王明齊 吃飯 約會 打球之外 他們有拍到跟別的男生 所以她們把她冠上一個 叫飯局妹這樣子 所以何仁雲有講 這個標題是像說 飯局妹毀了我婚姻 現在她加碼報告說 曾經有五年之久 我跟你講 很多的太太忍到最後 可能忍個五年十年 她在婚姻十六年 忍到最後不能忍是說 你有個固定對象 這麼久 自我正功於何地了 所以她要點出來 這個是她所不能忍的 年杰 她還有一件事情 她在臉書PO了一個 不自殺聲明 這是什麼事情 今天她不是講嗎 我走了就算了嗎 今天也是這樣講 其實在一個禮拜前 她就突然在有一個禮拜天的早上 她突然PO一個文 就說何如雲這個 就輕聲聲明了 大家看到嚇一跳 這個官司打... 還沒有結果 你不要灰心 你不要失望 你不要放棄 為什麼馬上寫這個 所以大家就說 趕快報警 何如雲是不是想不開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官司打起來是非常 因為你小蝦米對大驚雲 人家都出動七個八個律師 人家財產幾十億這樣跟你打 所以她會覺得說 我事單利孤 我沒有勝算 而且她看不到小孩 小孩在新加坡 現在疫情期間 她也飛不去 對話也飛不回來 所以她會萬念俱非 想不開的時候 她就說 這是我的不自殺生命 也就是不輕聲聲明 也就是說 我隨時會怎麼樣 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我有父母 我有家人 我有兄弟姐妹 他們可能受到一些威脅 他們可能受到一些安全的顧慮 所以從今天開始 如果我的人生造出任何攻擊 甚至危險 不是我自願所為 看著大家擔心得不得了 何如雲 到底怎麼 你包受什麼委屈 或說你遭什麼威脅 其實你講出來 結果你知道今天出庭 就剛剛聲淚俱下 整個崩潰 我覺得從22號貼出 不自殺生命 到今天是27號 所以這五天裡面 她的情緒中 是非常非常低盪 其實在25年前的時候 我有看過她 花系列 那個時候 不是 是台式 強棒美女 她剛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政大的 大一的新生 我們去看錄影 看到她本人 然後覺得她非常非常漂亮 是一個明日之星 沒有想到過幾年之後 她就開始演戲 專門演小三 壞女人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 從一些事情看起來 她心機其實是沒有那麼重 還滿單純的 包括說如果你要爭取 離婚官司的話 其實你不應該有情緒波動 這樣的演出 對你以後爭取撫養權 或者是所謂的參與權 都是相當不利的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我覺得她有點單純 她甚至有一次專訪說 我覺得夫妻很簡單 最好的情侶 最好的夫妻 其實就把對方當成朋友 我有時候覺得她是不是把男人 跟豪門想得太簡單 對 其實進入豪門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她的好不容易 嫁入豪門 這也是修來的 而且叫到花蓮去 其實她要割捨掉 台北的所有一切朋友 事業 而且她拼命要生了兩個男生 對 其實當初她是覺得 因為前面一直生不出來 很緊張 就做試管 就做了25次 25次 而且她每一次都很痛 她後來有一邊的疏軟管 是因為做太多人工 所以就拿掉了一邊 但是真的 老天真的很照顧她 後來就生了兩個男生 在豪門裡面生兒子多重要 生了兩個人生 她的低位應該很穩固 很穩 可是我是覺得 就是說任何女生在豪門裡面 都隨時會有一種危機感 就是說包括 我有沒有掌權 我有沒有拿到財產 什麼分配權 我有沒有零用錢 她後來有講 她說其實她連零用錢都沒有 然後她說孩子的照顧 是話語權 她也沒有 所以就是說 即使生了兩個兒子 在豪門裡面 而且她在花蓮裡面 你知道 台北很多的朋友去花蓮 她都出來招待你知道嗎 就是做得非常好的一個地主 但是你知道嗎 她前幾年出來拍戲了 豪門裡面 只要豪門媳婦突然出來 要工作 要拍戲 要幹嘛 人家會說閒話 會說閒話 其實也是一個警訊 也許她在豪門裡面 得不到的某些東西 她必須要這樣 也許就是經濟方面 財產方面 或是說財務方面 她需要獨立自主 那她選擇了這個 她其實只是去客串而已 客串 婆家就講了 我們家養不起你嗎 因為拍戲賺得了多少錢 頂多一集五萬 六萬 那也就是 這感覺還是八點檔會講出來的台詞 但是事實上就可能會發生 她的意思就是說 副家曾經嗆她說 我們養不起你嗎 你為什麼要付出去拍戲 所以就是演變到現在 她要爭取這個 因為王敏祺今天有特地發聲明 因為何如云出來痛哭失聲 她講說其實她自己主動提離婚了 那破裂的原因目前不合透露 而且小孩的撫養權當初就講好 由我獨自監護 也就是說 她沒有阻擋何如云隨時探視 可是撫養權當初講好 是由我何如云沒有權利 可是她隨時可以探視 但是今天就是為了撫養權的事情 為了小孩的問題 為了這個五年來固定的 這個女生的事情 鬧上了這個不可開交 所以豪門婚姻裡面 你如果不能想開 你如果不能放下 就是盤盤皆輸了 包括婚姻 還有包括事件的一些財富 其實都是靠自己努力 還有加上一些機緣 在昨天澳門的賭王何鴻燊 昨天過世的時候 昨天是一個滿特別的日子 很多人過世 賭王在中午的時候 突然離開人世間 他的傳奇醫生 馬上大家就會討論 但是我對於他 昨天過世的這個過程 我還滿驚訝的 因為他其實已經迷留了 然後八大迷聯手 狂打強心針 硬要把他留下來 可是我有時候覺得 如果真的要走的時候 為什麼不讓他走 為什麼讓他那麼辛苦 我們先講 其實從去年開始 2019年的時候 賭王就因為有帕金聲勢症 所以長期住院 然後再加上他又要洗腎 洗腎在去年的時候 竟然嚴重到腎衰竭 去年就有一度說 他可能病是 心跳停跳 硬是打強心針把救回來 一路到了五月的時候 他請了八個名師 這個名醫一起想要來治療他 為什麼要到八個 因為各個器官都要忍治 每一個器官一個名醫 對 所以這個不是開玩笑 果然有錢 那小馬跟我們不一樣 他心肝脾肺腎 大概都有專科醫生 那他的腎衰竭 後來真的一直治不好 所以變成一直要想排 但又不可能移植 所以每天光是八大名醫 全時間的待命 一天就387萬新台幣 一天387萬台幣 對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為他後來就進這個ICU 就是進我們這個 家務病房 家務病房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所有費用再往上加 而且除此之外 自然的這個 我們說人類的療法座 他也做超自然的 譬如說從以前 就幫他種生機 就是做這個活人種 你今天把你的生成八字 立在墓裡面 幫你逃過劫難 做過 據說去年也曾經 有風水師自己出來講 他說本來他們要找我 幫他點七星續命燈 但因為我半年之內 已經做過別人 我做不了這個七星續命燈 要連續祈求七七四九天 我做不了 所以他把消息講出來 據說開價1900萬新台幣 但是不好意思 進了人事之後 聽天命 為什麼硬要救他 是因為有分產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這個過程 聽起來非常的辛苦 如果你真的不行 迷留了 或者是已經怕進身世證了 我覺得你就讓他自然的走 後面這個過程又花錢 又讓當事人 其實是過得非常辛苦 那麼這辛苦其實是為什麼 就是為了當事人 但是這裡的當事人 不是何鴻燊 這裡的當事人是四房 十七子女 大房已經過世了 二房 三房 四房 現在這兩兆財產 這是保守估計的兩兆財產 但昨天何鴻燊一過世之後 一站出來來看照片就知道 誰站C位 四房怎麼站C位 如果五房還有C位 沒有 我跟你講 很簡單 看你帶來多少人 你光看這樣子 何超窮的 就是藍窮英的二房 然後何游龍也是二房的 二房的人就是比較多 所以二房出來 而且站中間 然後又他發言 所以現在二房是掌握的比較多嗎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狀況不一樣 所以當天的確整個一看 你知道看起來 二房掌握了主控權 但是等等 再看前一張 四房的梁太 其實本身很厲害 梁安琪他改過信 梁安琪本身就有很強的 商業經營能力 我們依序來講 李婉華本身是葡萄牙混血 他本身年輕的時候 非常正 非常漂亮 我們第一美女 真的 那藍窮英就是 因為李婉華後來比較沒有 在公眾場合 所以後來藍窮英是依大清利律 真正討進來的合法二房 到後面的三房四房 就不是照法律的狀況來走 所以 大清律律 對 所以他取他的時候是大清朝 依法可以擁有合法的二太太 可是三太太 四太太就沒有了 那個時候已經進入 沒有大清律律的狀況了 但二三四房 過去勾心鬥角很嚴重 但梁安琪最厲害的是 四房自己有經營能力 所以昨天有很多人講 他不需要占C位的原因是 他自己的資產 可能就超過200億新台幣以上 你知道 他曾經接受過 魯豫有約的訪問 他上下班坐直升機 是喔 四房 而且我覺得他特別高調 我要找其他畫面不好找 四房一直接受訪問 對 因為他本身就是熱愛經營 他叫商場女強人 你知道這個洪生八卷的綽號 叫石碼頭 什麼叫石碼頭 就是所有東西碰到你都得讓 你今天開航空武器來 撞石碼頭你也會拗 所以當年二房跟三房 曾經鬥過梁安琪 鬥過四房 但鬥不掉 都鬥不過 因為他本身就有經營能力 所以何宏生在分產的時候 他最疼二房 所以二房掌管的上市公司 版圖最大 高達1100億港幣 那三房就是分給你一些 因為三房自己後來 比較熱衷古玩 古董 所以他底下就是分給你 這個澳門娛樂 澳門博彩 澳門利俊的股權 但是沒有占第一線 四房你仔細看 他是澳伯的第二大股東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二三四房現在各擁其主 各有不同的能力 所以接下來恐怕會有一些 討論跟構陣 但我們最後還是要補充一下 為什麼澳門賭王何鴻燊 讓人家覺得非常好奇 就是他連養生都有特別的秘方 你看什麼叫秋收東藏 秋收東藏你以為是種田對不對 就是種古物 對 但不是 秋收東藏是管理他自己的生活 秋天的時候 跟太太就跟分房睡覺 不跟你投房睡 是房事的事情 對 所以晚上不起慾念 然後這個顧本陪園 冬天完全沒有性生活 那你四季都收起來不是更健康 沒有 就只有秋收東藏 四季都收起來 然後春夏再拼命這樣 沒辦法生17個小孩 所以春夏的時候 就符合四季節氣 小孩的星座應該都是落在冬天 可能是這樣 就是要隔10個月左右 所以整體來講 何鴻燊真的是一個非常傳奇的人物 好 我覺得民眾更關心了 畢竟他是一代的賭王 賭王他到底會安眠 百年之後會睡在什麼地方 風水怎麼挑 聽說連他經營的賭場 都有特別看過風水 剛才被耀州給嗆到了 因為算是太好笑了 來 跟各位談一下 撈片門的人一定特別迷信 而且撈片門的人 他一定會強迫他的小孩 通通不准賭博 所以他們何家有一個家訓 就是你只要賭博 你只要曾經去賭過博 不能夠接班 賭王進家族賭 對 賭王是進賭的 那我們來看 何鴻燊因為他自己做偏門 所以他們家裡面自己就有家族墓 但是他這個人生當中 因為他自稱他們家就是香港一哥 所以等一下今天各位 一這個數字會一直出現 他們家的墳地在哪邊 在摩辛嶺的一號 這個摩辛嶺的一號是一個風水保地 叫做朝遠墳地 那麼全家的家族墓就在這邊 可是雖然說是整個家族墳地 在黃金地段 為什麼 他左邊看過去就是維多密亞碼頭 很多人一定去過維多密亞碼頭 去坐過船 去那邊看煙火 他們的家族墓就在那邊 包括他的第一個太太 包括他之前的最大的女兒 都住在 都埋在那個地方 目前何鴻燊他就會埋在那邊 那邊聽說是香港最棒的風水保地 但是他在開賭場 這個可邪門 普京真的是整個讓整個香港人 澳門人覺得太為觀止 為什麼 其實就在50年前 何鴻燊花了多少錢 花了6000萬港幣 蓋了普京 最老的普京 結果他死亡的時候 多少5000億的港幣 整整膨脹接近1萬倍 就知道說他們在這地方 賺了很多錢 可是我們剛好跟各位談 他做賭場的 他是撈片門的 他要管理那麼多的一個 黑社會管理那麼多的一個物業 怎麼做 我們先來看舊蒲金 舊蒲金其實仔細看 他就是一個鳥籠的一個樣子 鳥籠 你人進去 就跟小鳥一樣 那隻鳥入籠怎麼辦 當然會被困住 特別是他那個門 他那個門就跟吸血蝙蝠一樣 所以人進來 你是說這一個地方 像飛的蝙蝠一樣 對 就跟吸血蝙蝠一樣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 任何一個賭場 他們有分區分區分區對不對 任何一個進去上面都會像獅子 跟老虎一樣 叫羊入虎口 而且這個蒲金真的很邪 怎麼邪 我個人真懂大數據 所以我去全世界各大賭場 我都不賭錢 所以我也沒贏過 我也沒輸過 我們業界有一個大長輩 常常去 常常去的過程當中 他就覺得好怪 每次去他就每次輸 後來就有人叫他說 你傻瓜 去舊普京下了計程車 千萬不能夠走正門 你要從旁邊繞進去 走小門 走所謂的一個走偏門 他用偏的對付你 你也用偏的對付他 然後他就去試了一次 對不起 那次還是輸 他還是輸 然後後來的話 這個叫舊普京 舊普京其實很小 後來就蓋了新普京 新普京的波動畫 從下面往上看 其實他很像一座佛塔 那佛塔其實往上看的波動畫中 我們就可以發現 他的整個頂是尖刀狀的 那那個尖刀狀 對 那個叫做典型的大砂四方 大砂三方 你只要人進來 任何一個人我就不給你砍光光 然後特別是往下走 可以發現那個網格狀對不對 那個網格狀就是什麼 其實那個跟鳥籠的意思一樣 你只要進來了 簡單 你就插刺南非 你所有的錢你都要輸光光 你只要我玩你就要輸 所以賭場來到這個地方 你說你去賭場 又喝人家的水 又看人家的秀 又吃人家的東西 還想給人家贏錢 其實賭場他在贏錢 是光明正大的贏你 他就是用大數據 什麼叫大數據 他贏53次 你只能贏47次 玩久你就是輸 那我們剛剛跟各位談 因為何鴻燊先生 他就是做撈天門的 所以他做了什麼樣 他一切事情要有氣 什麼叫要有氣 氣的過程當中 那個一割就很重要 所以墳地在哪邊 摩星嶺一號 然後車子 當然車子要酷 先跟各位談 他這個車牌是全香港 特別是有錢人 看的都生氣的 看的都嫉妒的 為什麼 HK一號 香港一號 那什麼叫香港一號 我香港一哥 我就是香港一哥 酷吧 可以吧 這台車說實在話 我們一般人來看的話 真的是天價 花多少錢花了700萬港幣 700多萬港幣 這車沒有這麼貴 勞斯萊斯的車加車牌 700萬港幣 加車牌 對 全部加起來700萬 但是說真的 這些錢對待來說 就是整個小菜一疊而已 可是我們去看到 他的房地產更絕了 我們來看 摩星嶺一號 香港一號是車牌 再看住的地方 住的一方叫什麼 叫潛水灣一號 潛水灣一號也是 香港高級的住裁區 所以香港一哥 他在賭場是全世界最強的 他所住的地方 車子 甚至於整個所謂的 泳眠的地方 通通都是一號 剛剛講那個普京賭場 他的門口蓋得像是 西斜蝙蝠 但有一個人也說 何鴻燊真的是西斜蝙蝠 指控他的人是誰 居然是他的親妹妹 人稱十姑娘的何婉琪 這到底怎麼回事 而且這個何婉琪 被人家認為說是 何鴻燊他整個賭場的 這個事業 其實靠這個叫做十姑娘的人 可是他為什麼叫十姑娘 因為其實他跟這個何鴻燊 是親兄妹 因為何鴻燊排第九 他排行第十 所以被人家 那他特別親 對 被人家排 也還好 為什麼你知道 他被稱為十姑娘 這個時候其實他 因為他小時候跟著爸爸 曾經到越南西宮去 結果到了 他年輕 他們都有混四種血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他 其實他的輪廓非常非常的深 據說他當時到西宮去的時候 那時候越南其實還有 還有那個皇帝制 那是末代皇帝 據說皇帝非常非常喜歡他 結果那個時候你知道 其實像很多國家 他那個賭博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特許行業 你才拿到牌 那個時候他們要開放牌的時候 因為這個越南 末代皇帝非常喜歡他 他因此而拿到了當時的賭牌 你知道嗎 所以靠美色拿到賭牌 你不要這樣子 人家是真愛 美色也是好 也是真愛 結果他回來了之後 就回來到了澳門去的時候 事實上那時候 其實你知道他的感情生活 也不是很順利 這個何婉琦 因為他回來的時候 喜歡了他另外一個 小他兩歲的堂弟叫何鴻章 堂弟 對 你一聽就會覺得那個 就覺得怎麼可以這樣 靜心不可以那個 像我們這種外人都這樣 你覺得家人會能夠容許這種事 所以他就逼著他說 你不可以跟你的堂弟在一起 你必須要跟別人結婚 結果他結完婚了之後 生下了一個兒子 本來大家覺得說 好高興 結果你終於有兒子 可是你知道嗎 那個兒子居然是他跟他堂弟的 他跟他堂弟的兒子 結果他就這樣把他給生下來 然後表面上是 他跟他先生所生的 我覺得他的一生不輸賭王 我跟你講 不是不輸賭王 但問題是也因為這件事情 後來造成兄妹反目 因為後來那個澳門 他們其實要開放賭牌的時候 那個洪燊就覺得說 你競爭你這麼厲害 你拔掉的東西也知道 那時候就找何婉琦出來 何婉琦那時候跟他哥哥 感情還不錯你知道 他說好 沒錢我沒錢 我拿200萬出來 支柱他 然後後來就開始吵這個事情 但問題是後來你知道嗎 他居然就開始出來指控說 他的哥哥就一直惡搞他 而且不斷的勒索他 勒索他什麼你知道 他說我要告訴全世界講說 你兒子其實是你亂倫生下來的 就為了這樣子雙方鬧上了法庭 有些錢也不知道敢不敢收 在美國的路易斯拉娜 現在有一個豪宅 他是全世界有認證過 真的是正牌的鬼屋 但是最近有一個房仲 貼出來一個公告 他說這個房子要送給人家 但有幾個條件 他必須要搬走 我們休息明哥馬上回來